哈喽大家好 我是Jenny 今年啊 今年这天是冻是冻 整天冰天雪地的 二月中还在下着雪 所以大冬天 吃上一碗热乎乎的馄饨 是不错的选择 那大馄饨相对来说呢 就比较 复杂一点点 那小馄饨就太方便了 所以我们今天 就从简单的开始 我们先做一下 小馄饨 好不好 小馄饨材料也就这些了 我准备了半磅 然后呢切一些葱花 你喜欢多 可以多放两根 喜欢少就少一点 那忌口的话可以把它拿掉 一磅小馄饨品 接下来就是调料了 老抽 料酒 盐糖 然后一杯水 还有一个包小馄饨的工具 那我现在就开始调料了 我们先放盐 半磅猪肉 我们大概是用 半个茶匙 小馄饨的小馄饨 然后用一样的小馄 量料酒 半个茶匙 半个茶匙的料酒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的糖 少一点糖掉掉腥味 然后同样的四分之一的老抽 把它上上色 要不然白糊糊的 好很简单 两个四分之一 两个二分之一 那我们开始调 那调的时候呢 我们要加一些水 再可以和得开 要说加多少水 真的很难说一个确切的数字 因为每条猪身上的含水分都不一样 还有每个区域 卖出来的肉的含水量也不一样 有些区域老板很勤朗 他都帮你水都加好了 所以你回来就要少加很多 那我们只有慢慢加 一点点加 加掉到合适为止 今天呢我是半磅的猪肉 大约加了100cc的水 差不多调个两三分钟吧 猪肉粘稠度出来了 然后那个干湿也差不多了 就OK了 你们就可以包了 是这样的鲜鲜 包小馄饨 其实没有什么技术含料 你看我做了 听我讲了 你应该就会了 首先我们拿一张馄饨皮 放在我们手中间 然后放少许肉浆 然后中间部位 顶着两个手这样下来捏着 抽出这个棍子就好了 再一个哈 到中间顶着轻轻的这样下来 抽出这个棍子捏一下 捏的时候不能捏太紧了 因为捏太紧了 这边就变死面嘎打了 还有一个就是 你不能往前面顶用力 你用力往前面顶挤的话 这个皮很薄就会破掉 另外呢 这个工具也很重要 其实呢 你筷子啊 一次性的耐发都可以用 但是那些比较short 那新上手的朋友呢 他们就可能不太会知道轻重 容易把那个皮顶破了 所以呢 这种棒头最管用 如果外面买不到的话 小朋友吃的那种冰淇淋 冰淇淋里面不是有一个木头的这种勺子吗 这个用好以后你可以把它reuse 好了一缓缓 我们一盘就包好了 我们待会水开了就可以下一碗 下馄饨啊 像面条啊 饺子什么 一定要水开了 然后要稍微多一点水 不要让它们挤在一起 我看见有人 冷水下面条的 结果下出来是面糊 下去以后 我马上要用露勺 让它这样stir一下 不要沾底了 然后你就可以盖上盖子 人不要走开 小馄饨一般来说水一开 它就好了 它就会浮上来 好来开了 也浮上来了 我们关火先 刚才我做了一个简单汤料 麻油 香葱 盐 白胡椒粉 如果你不喜欢香葱 你可以换香菜啊什么都可以 好了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就好了 我们可以做到桌边上 今天又是一场大雪 刚才那个雪片好大好大 在这样的天气里面 你在屋内捧上一碗热乎热的小红炖 真的很舒服 今天给大家介绍了小红炖的做法 下个视频我会给大家介绍上海大红炖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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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